小树蛙和狐狸猫正在厨房料理美味的食物 小树蛙看着食谱写要制作酱汁 其中需要把米酒和白醋按照比例混合加热 小树蛙照着食谱逐步调制酱汁 将米酒和白醋按1比1的比例混合后 并放入锅子中进行加热 小树蛙提醒狐狸猫 温度太高的话,酒精会挥发 这时狐狸猫闻到一股香香的味道 狐狸猫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香味产生呢? 小树蛙说,这是因为产生了脂类 不过狐狸猫并不知道脂类是什么 于是小树蛙补充说明 脂类就是狐狸猫刚刚闻到的香味 而且不同的脂类具有不同的香味 还可以在实验室自己制备哦 狐狐狐狸猫听完觉得很有趣 于是和小树蛙提议明天到实验室一起制备各种香味 隔天小树蛙和狐狸猫来到实验室 在开始进行实验之前 小树蛙想先和狐狸猫复习之前学过的知识 狐狸猫胸有成竹地表示 它很认真,都有把学习的东西复习过了 于是小树蛙问狐狸猫 白醋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狐狸猫记得醋里面含有乙酸 俗称醋酸 是一种易溶于水的无色液体 小树蛙接着烤狐狸猫 还记不记得有机酸类的结构是什么样子 狐狸猫马上回答 有机酸类是由碳、氢、氧原子所组成 分子中都含有COOH的原子团 小树蛙没想到狐狸猫都记得 又接着烤狐狸猫 平常料理用米酒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狐狸猫拿起米酒 看到上面写着主要成分为米 食用酒精 狐狸猫想了想后 回答料理用的米酒主要成分 应该是醇类 因为醇类是由碳、氢、氧原子所组成 其分子中含有OH原子团 但狐狸猫忘了是哪种醇类 小树蛙向狐狸猫解答是乙醇 俗称酒精 可透过酵母菌 对米、麦、玉米等骨类进行发酵制得 而且米酒中的食用酒精成分是19.5度哦 狐狸猫接着向小树蛙提问 所以香味便是由醇类和有机酸类反应生成的吗? 小树蛙回答 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不过我们还是要进行过实验才可以确定哦 小树蛙和狐狸猫决定先在黑板画下要如何进行实验 狐狸猫想要先闻闻看醇类和有机酸类的味道 然后把两者相加,看会有什么反应产生 按照狐狸猫的说法 需要准备一根试管放醇类 一根试管放有机酸类 小树蛙提议先在A试管中加入乙醇 并先闻闻看味道 倒好之后 小树蛙请狐狸猫闻看看乙醇的味道 并试着形容看看 狐狸猫闻了闻 发现乙醇闻起来是浓浓的酒精味 小树蛙接着在B试管中倒入乙酸 并让狐狸猫再闻一次 狐狸猫一闻B试管就立刻退开 表示乙酸有股强烈的刺激味道 闻完乙醇和乙酸的味道后 狐狸猫先记录下个别的味道特征 接下来小树蛙将空的C试管拿起 倒入乙酸 然后再倒入等量的乙醇 再滴3滴浓硫酸到C试管中 并以试管夹将C试管放入热水中 用玻璃棒缓慢搅拌后取出试管 并请狐狸猫闻闻看C试管的味道 狐狸猫闻了闻C试管 觉得有股甜甜的味道 跟昨天晚上制作的酱汁味道 有一点像 原来这个味道就是 唇类和有基酸生成的 脂类所产生的 小树蛙接着说 没错 我们可以看到有基酸和唇类反应 可生成脂类和水 这个过程称为脂化反应 狐狸猫听完后 向小树蛙提问 刚刚在实验过程中 为什么小树蛙要加入浓硫酸呢? 小树蛙回答 这是因为脂化反应的速率较慢 所以我们利用浓硫酸特有的脱水性 来加速反应向右径 刚刚在实验中 我们利用乙酸和乙醇进行反应 生成的脂类 称之为乙酸乙脂 小树蛙接着想考考狐狸猫 如果是甲酸和乙醇进行反应的话 会生成什么脂类? 狐狸猫思考了一下 开始试着画画看 狐狸猫画完便问小树蛙 产生的是不是甲酸乙脂呢? 小树蛙回答没错 狐狸猫答对了 接着小树蛙请狐狸猫 一起观察C式管中的产物 狐狸猫仔细一看 发现C式管中 有一层透明液体浮在水面上 接着小树蛙试着用低管 吸出上层液体到另一只空式管 再让狐狸猫闻看看 并问狐狸猫觉得这是什么 狐狸猫闻到了特殊香味 并问小树蛙 这是不是反应产生的脂类? 小树蛙回答 没错 这就是已经生成的脂类 于是狐狸猫从C式管的情况 跟小树蛙确认根据这个状况 它们是不是可以推测脂类的密度比水小 所以脂类才会浮在水上 小树蛙和狐狸猫说 没错 你又答对了 而且脂类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花朵散发出来的香味 加工食品 或是化妆品里的香味添加剂 都是脂类哦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以下整理 有基酸和醇类反应 可生成脂类和水 可加入浓硫酸当催化剂 以加快反应速率 脂类不易溶于水 且密度比水小 所以会浮在水面上 最后 和狐狸猫一起动动脑吧 请想一想 依照脂类的特性 生活中还有哪些物品 有使用脂类呢